第三段就是门 看起来这个门已经脱离了蜕变这个故事 实际上我想从门来探讨 每一个人生从身处来开始 就经过子宫的门 从你要读书就要经过学校的门 出家 要出家庭 要走出家的门 甚至于你真的出家了 你还要走进寺院的门 每一座门都是你的考研 不管你要考大学还是要考公务员 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好像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 所以我特别把它拿来做成一个项目 因为卡夫卡很小的时候 他的爸爸为了训练他很坚强 就把他丢出门外 一个娃娃 大雪天 你怎么哭我都不理你 我装没听到 直到你不哭了我再抱你进来 所以他恨死他爸爸 他不只是小时候 他一路成长 所有一切 爸爸都在监督 都在督促 甚至于谈恋爱 所以他写了很多小说 都在跟他爸爸 做一个最强烈的抵抗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部分 也要加到这个蜕变里面来